女厕所排队 旅游中的老大难问题 出去旅游 本是放松心情 享受美景的美好时光 但不少人却常常为了一件小事而头疼不已 女厕所永远在排队 说实话 每次看到女厕所门口那长长的队伍 我就忍不住想问 这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真的是因为女性游客太多了吗 还是我们的公共设施设计有缺陷 从网上的各种讨论和吐槽来看 这个问题显然不是那么简单 首先得说说女性的生理特点 女性在上厕所时往往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处理个人卫生 整理衣物 化妆等 真的不是我们故意拖延时间 而是实实在在的需求 再加上女性尿道较短且直 对于憋尿的感觉更加敏感 因此需要频繁的上厕所 这些生理上的差异 直接导致了女厕所的使用频率和时间 都比男厕所要高 再来看看公共设施的设计 在很多旅游景点和公共场所 男女厕所的比例并不合理 明明女性游客更多 但女厕所的侧位却往往比男厕所要少 这就导致了在旅游高峰期 女厕所门口总是排起了长龙 而男厕所那边却空空荡荡 这有设计上的不公平 真的让人很无语 除了生理特点和设计缺陷 女性的社交习惯 也是导致女厕所排队的原因之一 很多女性在上厕所时 喜欢和朋友 家人一起 这不仅是为了方便 更是一种社交行为 在旅游时 这种社交习惯就更加明显了 女厕所成为了 她们交流的一个重要场所 因此即便在厕所 有多个隔间的情况下 女性仍然可能会排长队 当然游客的文明程度 也是影响女厕所排队的一个因素 有些游客在厕所内 不当占用厕所 长时间逗留等现象 不仅扰乱了景区秩序 以使得女厕前的队伍更显荣常 这就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提升共同文明旅游意识 共同营造更加和谐美好的旅行氛围 旅游是为了放松和享受 而不是为了排队和等待 希望相关部门 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在公共设施的设计和管理上 更加人性化合理化